作词&字幕志愿者 杜光 每一次为什么我在一个空间里头 我會選擇比較空曠的去呈現 或者是比較暗的 就是每一次有不一樣的狀況 我覺得都是用一種 很依靠自己的感覺在處理空間 那當然這個感覺也會影響到 我怎麼去選擇短篇集裡頭的 每一篇的文字 我的朗讀的聲音的串聯的方式 每一次其實在這些選擇上 我都是先依照這個空間對我而言的感覺 我才能去結選出來 不管是聲音 或者是我怎麼去做這個裝置的選擇 為什麼這一次會想要做一個公共空間的描述 因為美術館這個空間 比起我過去的展覽空間 它的觀眾群更廣泛 然後它相對的特別的大眾化 它更可以去討論公共空間這件事情 所以在現場裝置上面 我會選擇這樣子的十字台 然後非常外面公共場所會見到的東西 其實我是用一種很比較亮塊的方式 放置進入這個展覽空間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反而是更去強調 我們身處在公共空間裡的一種狀態 喜歡在公共空間裡的教會 久了 我會選擇 地面